由新加坡土地管理局管理的600多栋黑白洋房当中仅有5%以上业用途租用 当局正在探讨延长黑白洋房的租约以及扩大用途来吸引更多租户前来租用 这栋位于石利达航空园的黑白洋房原是英国皇家空军将领的故居 如今这栋洋房已化身为一家明亮窃异的餐厅 餐厅负责人说由于地点独特又远离城市喧嚣 因此才选择在这里营业 餐厅目前的租约为9年 土管局正在研究是否可为私人发展商颁发长达60年的主租约 为黑白洋房住宅区注入活力 不过有分析师认为 更长的租约意味着主要租户必须承担更多风险 由于黑白洋房空置率高 土管局正在探索如何扩大洋房的用途 例如将洋房租给家族理财士 黑白洋房宅区智 事箱